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幼画教育的国画课堂 我是东西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学习了辅批村的画法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来讲云的画法 那云呢 在我们山水画当中呢 也有好几种画法 现在呢 我们主要是来讲这个勾云 是用线条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云的变化 勾呢 就是用这种线条来勾勒 那云呢 它在我们大自然当中是千变万化的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这种物像的感觉 但是呢 我们一般在画的时候呢 主要是表现它 这种行云流水 也就是云雾缭绕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笔呢 是 咱们幼画的自主生产的品牌叫做单纯 因为要勾线条的话 一般会用这种 比较浅 比较尖一点的笔会好用一些 我们画云的话呢 首先是也是用中锋的方法去表现 因为云没有一种固定的形态 所以它的线条也是会稍微的要随意一些 这种线条呢 跟工笔画当中有一种苗呢 叫做行云流水苗 行云流水苗的感觉 画的时候呢 这种云呢 它也会有这种变化 这种线条呢 也可以有一些粗细的变化 感觉是一团一团的 我们可以画的这种一整根的线条 也可以来一些这种小的线条 让它更有变化 有长短 还有一些粗细的变化 咱们用到的这个线条呢 是稍微弯曲一点的 相比于像腐皮村啊 皮麻村啊 这种线条的话 它的线条是比较细一些的 这个呢 就是一朵云 画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线条 让它有粗有细 你看这种弧度的变化 要用这种稍微细一点的笔才能表现出来 画的时候呢 我们的笔可以稍微转一下 因为这种线条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练习一下这种长的线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画另外一种画法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是表现云的另外一种方法 那么云呢 它一般是出现在这种高山上 这个云叫做挤云 也就是说把这个云的这个空间给挤出来 首先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山画一下 用一个稍微浅一点的墨色 把这个山的轮廓先画出来 然后去表现这个云 这个云呢 一般是留白的 这个山呢 我就不是画的特别具体了 一般的话 这个远山它是比较虚的 大家看一下 其实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山 这一块 其实它是云 这个山呢 它是在这个远处 所以它是虚一些 要画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个轮廓的变化 波轮特别直 要有一些弯曲的感觉 这边呢 这边呢 也是山 这边呢 也是山 山的轮廓先画出来 然后云呢 就是留白的地方 因为山它也是有前有后的 你看 这一座山就是在前面 然后这个呢 就是在后面 这一块画的时候呢 就要虚一些 这种方法呢 在我们山水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会用于这种比较大一点的山水 大幅的 尺寸稍微大一些 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在画这个山 其实也是把这个 云的这种感觉表现出来 其实也是把这个 云的这种感觉表现出来 这一块呢 我们也可以再积压 因为我们现在是 主要是画云 所以这个山就画的比较简单 要把这种 云的这种 轮廓线 其实也是画这个山 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也可以染 我们也可以用点染的方法 让它更加的整体一些 那大家看一下呢 这个流出来的空白就是云 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两种云的画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我们就下一节课见哦